早上送完我儿子上学回来 我又去菜场买了10斤的鸡蛋回来 今天我要把你们蛋糕卷出现的开裂 回缩不停层 统统给解决了 自行给你们来解锁6种口味 有黑芝麻口味 海盐奥利奥 红丝绒 伯爵红茶 香菲卷 经典原味 我是提前自己卸磨了30克的黑芝麻粉 先把40克的玉米油和50克的纯奶 乳化到酸奶的质地 然后加入刚刚30克的黑芝麻粉搅匀 筛入38克的低筋面粉 一次性搅拌都没有干粉 接下来就是分离蛋清和蛋白 这个鸡蛋最好是冷藏过的 一个大约60克 还是建议大家用一次性的手法哟 这是黑芝麻口味最终面糊的状态 加一点联工汁 40克白砂糖 先来开低速混合 不然糖溅得到处都是 打蛋白霜的话 我的建议是 手可以转动着打蛋盆 匀速的来打发 保证每个地方的蛋白霜都要打到 提起来是这种弯钩的状态 就是凭谁大家说的那种湿性发泡 取三分之一的蛋白霜来混合 进来搅匀 再倒回到剩余的蛋白霜 用刮刀抄底翻拌的手法拌匀 烤盘里面的话 记得垫一个高温油布 这个可以出毛巾面 而且也可以重复使用 记得提前10分钟把烤箱预热上 中下层150度烤32分钟左右 再来做第二款红四龙口味 红麴粉先跟蜜蜜油混合 再加入纯牛奶拌匀 筛入低筋面粉 4个蛋黄拌匀 面糊是很顺滑的 再来做可可口味 步骤的话是一样的 可可粉比较吸水 所以纯牛奶要多加一点 这个是可可味最终面糊的状态 伯爵红茶的 再加一包这个红茶包 后面的蛋白霜 我都是用厨师机打的了 效率会高一点 也是打到这种大弯钩的状态 然后把蛋白霜给它分一下 面糊很光滑 不会出现明显破裂的气泡 等你头后一眼温柔目光 原来我费尽心思也不能忘 不知你在何处飘向何方 是就像唤醒我的心 开始来抹奶油了 两面斜切丝肿度 香菲卷里面再加上一点猪肉松 这个原味的真的好嫩呀 太多了 根本吃不完 怎么办 家里有一个会做甜品的妈妈 对于小朋友的童年来说 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 昨天哥哥说想吃椰肉面包 妹妹说想吃蛋糕 我今天趁他们不在家 全部安排上 看看这个内部组织 不需要波兰肿 同样也可以很蓬松很柔软 先来做第一款椰肉面包 这款特别简单 而且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收藏 把屏幕上所有的食材 除了黄油和盐 全部加进厨师机里 选择和面功能 先两档混合 再转四档来揉面 大约揉了十分钟 出现这种厚膜的状态 把盐和软化的黄油加进来 继续四档来揉面 听到面团明显打光的声音 用手掌给它撑开 出现到这种特别特别 透明的手套膜就可以了 撕开边缘也是光滑的 我们就直接放进厨师机发酵 表面给它盖上一个保鲜膜 然后我们选择发酵功能 28度饧发一个小时左右 趁着发酵的时间 我们把上面那一层 好吃的液溶酱给做上 配料打在屏幕上了 把所有的食材混合均匀了就可以 颜色好好看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饧发好的面团非常轻盈 而且不会回缩 终于不用把面团 搬来搬去的发酵了 给它倒出来 用我们的空心掌 轻轻的给它排排起 然后平均给它分成八等分 分割好的面团 先给它进行第一次整形 用我们的虎口来给它团圆 然后再让它松弛15分钟 松弛的差不多了 来给它进行二次整形 给它改成长方形 光滑面朝外 给它卷起来 收口处捏紧 放一盘温水38度 饧发40分钟左右 二次饧发好了之后 咬面给它挤上 提前备好的液溶腔 180度 烤20分钟左右 全部长满了 你们看 把它放上一盆细 这回来把妹妹的水果楼蛋糕做上 先给它分成三块 然后再把奶油给它上 厨师机选择打发功能 适当来打发 打到提起来 出现这种硬挺的状态 就可以了 今天用了一个慕斯多一边 底部先挤上一圈奶油 然后把切好的水果贴上去 你千叶调蓝给它装饰一下 这个春日氛围感太强了 可以给小朋友安排起来 看着就好有食欲 我最喜欢吃上面这层脆脆的壳 这款椰柔面包 你们一定要来试试 像吐司一样可以撕着吃 尤其是加了这层椰柔酱 非常非常的香 回弹性和柔软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看起来我们再进行 哇哇好漂亮 这个要不要碰到 不好吃 哇塞这么一大口